張文彥議長 請各位掌聲歡迎 很感謝大家來上課 你們三天來 有自己有什麼心得嗎 大家想看看 是不是在外面都不知道的事 在這裡很清楚對不對 對 謝謝 實際上就是這個情形 你如果沒有來這裡上課 真正是都不知道啦 政府黑白做 黑白說 要幫你訂一些說 四月聖遺啦 四月聖遺是什麼節 跟我們說愚人節啦 我們想看看 大家想看看 這個國家 訂一個節日 說要做騙人的節 那天 都沒有真正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說 那天 說好笑 沒關係啦 等於說那天是愚人節嘛 說好笑 沒關係啦 都騙人的啦 實際上 實際上喔 你把我們教 都不是在教騙的 是不是這樣呢 大家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 我們 來了後 這麼感受 就說 四月聖遺 他叫四五年 四月聖遺 是 我們 很重要的日子啦 他才說四月聖遺 是愚人聖遺 黃民化以後 就是 實施 那麼 民治憲法 台灣 跟 日本 永久不能分割 就是 不可分割的領土啦 依照戰爭法 就是這樣規定啊 啊當然 他們的想法說 這個是 是 騙人的啦 這樣 大家 不知道清楚嗎 不然 要跟我們教 四月聖遺 是什麼 四月一號 是愚人聖 就是 因為 台灣 跟日本 就是 已經 形成了 依照 國際法 已經 是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用戰爭 也不可能分割啦 所以 他跟你說四月聖遺是愚人聖啦 這樣 我們來這裡 三天 是不是 這才很清楚 我 感謝大家啦 實在是風太天 大家 都認真 自己 自己 鼓掌一下 為自己鼓掌一下 真的 風太天 我 我 在家 因為 我都坐高鐵來 早 一看 高鐵 早上 一看 早上到四點 下午四點以前都 停開啦 七點 你看一下 我說七點啦 晚上七點以前停開啦 七點可能要發車啦 那 午後你家宅說 今天 高鐵有開 要不然我都是從南部 走高鐵來的 那 如果 高鐵 如果不開來的話,我就頭髮好在修, 不就去坐童人的、坐車帝, 坐著五、五、五、四點多,五點多才吃。 所以,我因為這個情形, 我感覺說,大家很威大, 都不怕風台, 有辦法來這裡上課。 所以,很感謝大家。 因為有你們來參加, 我們這裡會完成。 如果我們這些老的,怎麼可能? 實際上是這樣。 現在又越來越少年。 所以說,拜託大家回去。 一定要叫少年有專業的人來上課。 我怎麼會這樣說? 因為他要替人民服務的時間較久。 如果他有專業, 他要為人民服務, 那這是正確的。 所以,希望回去, 更改善,更專業。 什麼叫做專業? 如果, 大學比亞科的專業執照的人, 專業執照就是, 例子, 會計師, 建築師, 還有工程師, 還有什麼師, 國家考試通過的, 或是國外取得的, 這些證照, 都來這裡受訓。 以後, 替台灣人民的貢獻, 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 我講到這裡, 要自由介紹一下, 因為當然, 那個課表裡面, 都有張文彥, 大家看一下, 那課表裡面, 講師是張文彥, 大家可以上Google, 加兩個字就好了, 然後, 張文彥教授, 現在都有拿筆電的, 都上網去打一打, 打進去, 那你就了解我的背景, 跟我的過程怎麼樣。 我的學經歷, 都也在裡面。 我的專業是什麼, 也在裡面。 說比較簡單的, 講簡單一點, 我現在還是, 我們流亡政府公共, 我們行政院工業工程委員會的, 審查委員, 資料庫裡面的審查委員。 審查委員。 這個, 今天是禮拜天嘛, 禮拜三, 我要去高雄, 市政府去審查一個案件。 我也就是, 等於是, 專家, 又是學者。 專家, 我有證照。 學者, 我有, 教授證書。 專家, 我有, 專門職業的證照。 所以, 我也跟, 年輕的朋友講, 能夠拿什麼證照, 有機會就去拿。 不一定, 你要用, 收定你, 用不到。 我也有一個頭銜, 是, 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的仲裁人。 仲裁人, 大家可能比較不清楚啦, 簡單而講就是, 民間法官啦。 因為我們是怎麼樣? 去參加仲裁訓練 經過考試 我們的名單都有在 我們行政院的司法單位 我們都有成績 七十分及格的成績都在裡面 我們也都在他們的資料庫裡面 所以跟大家說明 因為你們來上這個課 必須要來參加高級班 因為高級班我們也花給什麼 節約診書 初級班沒有啦 初級班跟什麼 跟小英一樣 小英第一次去美國的話 他也送一面什麼 國旗嘛 蔡英文啊 蔡英文到美國去 第一次去也送一個什麼 一面國旗嘛 第二次 人家送什麼 自由女神嘛 你們第一次吃幾班 也是拿一面國旗 美國送給你們的啊 大家有沒有拿到啊 大家有沒有拿到啊 有嘛 跟蔡英文一樣嘛 中國旗呢 那是很想會 大概是一個 和蔡英文的 或者小英文的 就是 和蔡英文是 要不要和蔡英文的 那這些 那這些 所以參加各種的活動,你去參加,你去取得, 雖然有時候不會用到,但是以後都會有這個用處。 高級班什麼時候開課大家知道嗎? 就是下個禮拜。兩個次級班,兩期次級班,一起高級班。 那這個就是希望大家把時間安排一下。 高級班也可以參加我們12月20號,我們多組一個團。 一百多人,從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是一百多位到日本去參拜禁國神社。 還有我們去日本跟日本天皇祝壽。 我們這個旗子從第一屆到第四屆都拿進去。 以前我們沒有去參拜的時候,親一次到日本天皇都是這個旗子進去。 第一屆我們去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是拿醬進去。 要進去的第一關,他們的警察單位說這個不能帶。 只能夠帶。只能夠帶日本的旗子進去。 我們請他說,請你們跟你們的宮內廳的人,去接洽一下。 而且我們是台灣的民,要來慶祝天皇的生日。 我們也要帶這個進去。 我們要帶這個進去。 請示來以後。 說可以了啦。 所以我们以后每年我们都拿这样进去 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 证实了什么 证实了我们还是日本的臣民 大家看一看去思考这个问题 很多事情我们不清楚 但是我们从某一些方面都可以看出来 那我们先来 当然我们先来看看 那个最近台风的那个报道好了 我们麻烦一下 我们把日本派救烂队 到台湾来 这个也要给大家知道一下 为什么 大家来看看 大家来看看 日本搜救队抵台 江市台风的灾情投入第一线的救灾 大家想想看 8月9号 当然我们这个报道 是在 是在 在发生前 他就计划好了 如果台湾跟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关系 他何必派那么这个 这个啊 这个啊 为什么 大家想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地位是什么 来这边上海课以后我们很清楚嘛 第一个是 美国什么 占领嘛 第二个是什么 日俗嘛 就是我们是台湾这块土地是属于啊 日本天皇的 我们 来上这个华里 这两个最重要 我也拿 前面说 我们进到天皇里面去 的情形 这个旗子 可以进去 再来 这个很明显 刚刚发生的 如果 我们不是他的臣民 他为什么 会派这些来做什么 这样想就好了 但是都怎么样 很少把整个报纸 全部登出来 有的都看不到了 还有 柯批当市长的时候 台北市的救灾也嫩 日本也派人参加 大家想想看 怎么这么奇怪 怎么这么奇怪 以前 八八轰灾 美国的 那个当时候 美国的 救灾的灰机 也降落在台南 马英雄当时 马英雄当时 要说 季节外国 来援助 但是他美国的 飞机也自己 降下来 现在等于 好像美国 没有来 就是已经 转移说 叫日本 你日本 要来照顾了 我这个例子 给大家思考 是不是我们才来这边上课 就能够知道这种状况 比别人家没有来上课 他不会感到怎么样 他认为 这个也没有报道 也不告诉你们 大家也都不知道 事实上就是这样 来这边上课 因为我们就很清楚 依照国际法 战争法 旧金战和平条约 都写得很清楚 好了 这样清楚了吗 那现在我们就按照 我所准备的那些 PowerPoint 我们再一一的介绍 我们再一一的 来介绍 我们先 看回来 再 在 我们 在 8月7号 礼拜五 我们 第一堂课 是开幕式的时候 我们秘师长 要上课之前 多语经 多语经 大家都可以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的主张 我们的主张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依据跟主张 那么 那么了解了以后了 我们现在闭幕式的时候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 我们台湾民政府 每一位童心 每一位童心 都要来为百姓 来为百姓设想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来为人民服务的话 或是奉献的话 那你就不要来了 因为 我们的宗旨 所以 我们的宗旨 很奇怪 柯P也一样 我们比柯P还要早 他是不是柯P也看到 我们这些论述 所以说 他当时候选上市场的时候 写什么 写这个 后年 等于是后年 新年的时候 他写了 这句话 这句话 就表示了 他都比我们还要玩 他是什么 就是一个城市 就像一个家庭 他就是在为 这个台北市的市民 来设想 来奉献 大家想想看 七点半 开主管会议 如果有的公务人员 做久了 我也是公务人员 我也是国立学校的公务人员 八点上班 通常 有的还要签到的话 有的职员的八点十五 十五分钟来签到 他说还不算迟到 科批 他说七点半 就要开会了 真的是 了不起 真的是了不起 你要来当我的主管 七点半就到 要不然你就 离开 在早期 我的感觉 官越大 上班的时间 越短 越早 下班 这个是我的感觉 公邮 八点以前要来 职员 八点十五分钟以前要来 主管 说不定 八点半来 所长他九点来 好像是有这种 好像这种模式 科匹怎么样 他说晚上十一点才回到家 他的公文没有过夜的 你看 那他是不是 我们所说的 他是不是在为百姓设想 我们这个宗旨老早就定出来了 他的设想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很清楚 那现在我们要来了解 因为我们是 大家都知道是说 美战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 把日本打败占领了台湾流球 那台湾 请 流亡政府来接收 接收以后 就怎么样 不走了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我们不讲 我们在美战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 在4月5号 4月5号 那么美国的话 就是4月4号 再来 等于他这个发表 这个论述是什么 用 所有的报纸都用罕见 美国治理国父亲 说台湾给台湾自治 罕见的要给台湾自治 从来都没有 他有这个前线 告知台湾人民 给台湾自治 2014年4月之间 等于是3月份发生什么 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3月份发生什么 太阳化事件 有没有 全世界 本土台湾人都站出来反应 我们有50万人站出来 他也吓了一跳 他说 美国应当要赶快这个信息 跟这些年轻人讲 你们不可以 自杰啦 他不敢这样讲 要不然他们联合起来说 我们自己来 公投自杰 来表示台湾未来的前途 他紧张啦 这个不行啊 因为前面 阿扁 阿扁当时候 当总统的时候 他怎么做 写信啊 要求参加联合国 向联合国申请 用台湾共和国的名义参加 联合国 潘西文 秘书长跟他推荐 没有开 也全部退还 是什么原因 大家知道吗 因为大家读了三天 应当很清楚了 我们等于在复习一样 第一个 你要参加一个国家 一定要有什么 要有人民嘛 土地 人民 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你没有土地 人民 大家的身份证都写的什么 中华民国 不是台湾身份证 再来 那个外交钱 外交钱 因为 又要是一个国家 又有外交钱 你根本世界上不承认 这个国家世界上不承认 外交钱 外交跟人家定的 承认的都是用中华民国 去跟那些小朋友 二十几个小朋友签约的 那个 那个就不是 承认台湾共和国 跟人家签的嘛 所以这种状况下 在这种状况下 人家跟你推荐嘛 别人又很生气呢 那我们来自觉好了 就是要公投了 自觉就是要 住民来自觉 住在这边的人民来表决 美国说什么 你是麻烦制造者 有没有 说Troublemaker 你是麻烦制造者 美国这样讲 所以他也紧张了 在太阳花 这么多人走出来 又是年轻的 他要赶快给这些年轻的人 也知道 台湾是美国占领的 你们要做什么 不是说你们高兴就可以 可以给你们自制 这个自制它是用 用什么 奥特罗密 就说这个自制 上面有人的自制 懂得是宣定了 有那个变化 有些人也搞不清楚 有个台大经济系的教授 刚好 有一个机会跟他见面 他问我说 以后台湾民政府要走向什么方式 我跟他讲 美国都跟我们讲好了 是自治嘛 他问我到底怎么样 我说像加拿大澳洲跟纽西兰一样 他们是尊敬英皇 英国因为他们是英国联邦 但是他们也是加拿大的一个国家 但是上面有谁 上面有英皇 那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以后变成日本的邦连 上面有日皇 就是这样 以后就是这样 真的大家都不清楚 你没有来这边上课也不清楚 连台大经济系教授 他也搞不清楚 这样就很清楚了 这些情况确定以后 所以我们现在在搜集的这些报酬 2014年6月16号的自由广场这个报导 说什么 刚回国的金普通对马提出大船离港论 什么是大船离港论 大家想一想 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听到 我都听到 大船入港 我们很高兴 美国的大船开进了七龙港 开进了高雄港 都带印的奶魂 面魂来救济 现在 现在 住在美国两年的金普通 像马英九提出大船离港论 大家想想看 这个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看一个报导 大家要用头脑去思考 为什么他的派去美国两年 回来跟他讲这个 是什么 等于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要落跑了 很多 显示 就是这样 只是 全部都封锁 不给你老百姓知道 为什么 他只要你们去缴税金 只要你们听话乖乖的 他们都准备好了 要落跑 要落跑 他们都准备好了 要落跑 所以 看好的 当然 都准备好了 关上 不要 啊 而且 也 到 我们跟中国有没有什么关系 一点关联都没有 我来讲一个小差题 在台南桌 可能才差不多两个月前 我们的童馨一个 禁守 在台南桌的办公室 刚好有一位看样子 应当起码 也算是我看看 起码也应当五十几岁 一个公务人员吧 看样子 他们在那边谈 谈了很久 他们都谈到五十几岁 没有什么 当时候我刚好去做办公室 我进去以后 那么禁守跟我们的牙医师的同心 就叫我说 刚好我来 你跟我们的那个 我是义工 跟我们的义工 都谈一下 因为我是第一届的学员 第一届的学员 第一届的学员 身份证 我是张文燕 你加两个字 现在上网去找我的资料 张文燕教授你去找 我要你的资料也要给我 你是谁 他拿不出来啦 他拿不出来 我说好像也没有关系啊 我再问他说 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能 你相信吗 如果你是高等知识分子 我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 我们都是高等知识分子 要谈 我们都要有政绩嘛 要谈真的也要有事实嘛 我问他 他说也答不出来 那我就说 2009年4月7号 高等法院的判决 五点我告诉你 我们来复习啊 这个是复习 第一个是什么 本土 台湾人怎么样 没有国籍 第二个是什么 台湾的政府 世界上没有 成人的政府 第三个 我们还受到什么 六十几年来还在受到这个政治炼狱 第四 美金 还有 占领 第五 行政单位 要来协助我们是 原告 我讲给他听嘛 他讲一讲 还要再讲一些给他听 他就 他就 他就算了 因为 我们 有一个 禁手 我跟 有一个牙医师的同心跟他 讲了 他说 一点多钟在那边扯过来扯过去 我去 刚好去 我说 你先查我的身份嘛 我告诉你 我所讲的话 是有本的 也是事实的 你要查可以先查 但是 你来了 我要了解你的身份 他 不敢提出来 等于说有的要去提管的啦 讲一个不好听的就是这样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 为什么 真的 因为有时候去提 都会说 那个 中国 我们都要考虑中国 我们跟中国 因为他是怎么样 他是用完英的 根本没有跟他一点关系 他就会制造这些啦 在联合国的侠报里面 附件的 侠带的资料附件里面 他说他们有钱收 台湾啦 事实上 这是乱扯啦 你用什么去 去证明他有钱 当然 这个是要收买 最重要 他是要收买 因为现在联合国 有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有的都是小国家 他一定说 你跟我投一票 我跟你建一条高市公路 跟你建一个机场 都是这样 那些小国家 那些小国家 当然说 你要来跟我盖一个机场 好啊 我盖章给你啊 我同意你去收服 台湾澎湖啊 历史这样 事实上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 中华民国的疆域里面 根本就没有台湾澎湖 金门马祖是他们的啦 所以美国已经很确定的收 金门马祖的基民 要到美国来 你们是中国人 签证你要上签的时候 都写中国人 台湾澎湖的 台湾澎湖的 不是 啊 不是中国人 所以台湾 这样就很明显了嘛 可以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查 这个也是 事实上 所以 我们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啦 所以大家要知道很清楚 是什么 现在中华民国在选总统 如果 给他们选了 我们 美国宣判 我们的身份证 都 无效 要 他把我们改 改为 中华民国人 在法院上一宣判以后啦 我想他们 选出来的总统要就职啊 去金门马祖就职啦 金门马祖是中华民国的啦 這樣大家清楚嗎 台灣一點 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然 這個事實上是這樣的 因為 馬英九政府 太 傾斜 所以 很多 都是說 偏袒 因為他本身是 中國人 所以 很多 都是 偏袒 其他人 他發表 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去查 那麼 年輕的朋友 你就上網去查 他說 發表一篇說 二十年以後 中國會沒落 他有他的數據的根據 他有十幾點的理由來證實 那我們也不談 大家記得可以去查 因為 因為我只要告訴大家 一個簡單的 觀念就好了 如果 如果 一個大池子 一個很大的池子 還有一個小池子 小池 小池塘 的下面 用一個管 通到大池子裡面去 會形成怎麼樣 有些 怎麼 有些 有些 一定比較少 如果中間說一句話 就流流了 這很簡單的理論 也應該說大家去中國來 大家來中國投資了 去那補資 真的 我們這邊 有在消費的這些 郭靈濤的四五十萬人 他不在台灣消費了 跑去什麼 跑去 中國消費了 在經濟學上的觀念 你消費一塊錢就會創造 五塊錢的 效益出來 大家要了解這個觀念 所以 馬英九也想說 我們來創造一下 一個人花多少錢 三千多 就是 但事實上效果 出來沒有 也沒有 他問題就在哪裡 應當都要在本地 台灣 消費 不能說你這些 跑到 在 中國去消費 所以 那就是幫助他 經濟的 繁榮 這個一般的觀念要知道 所以有人都是說 有錢 盡量花 創造 等於是 效益的價值 不要太欠 因為在這個經濟 循環裡面 當然 有時候 除夕也是必要的 因為我們要做大的投資 除夕也是 需要的 然後 看到 看到 日本首相 安倍 敬山 當時 他還沒有當首相的時候 當時他還沒有當首相的時候 美國有問我們秘書長 日本政界 哪些關係你們跟你們比較好的 秘書長 看一看說 這個 年輕 也跟我們比較 友善 把他推薦 後來 美國 就一直在支持他 為什麼他支持 這個 安倍的經濟 效應 是什麼 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我們 台幣 跟美金兌換的比例 有沒有1比40的 有沒有 1比40 四十塊換1塊美金 有沒有 對啊 我說以前 我們再來想 有沒有 1比25的 有沒有 為什麼 大家想這個問題就好了 為什麼 奇怪 一下 一下 一直 美國壓迫 叫你 台幣怎麼樣 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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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40 這個就是 美國要 告訴你們 你們 一貶值以後 就可以怎麼樣 就是外銷嘛 那 為什麼 在 壓迫你們 一直 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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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25 為什麼 希望 你不要外銷了啦 向外面買一些東西來了 都是美國在控制 都是美國在控制嗎 所以 美國 支持 我們 安倍晉三 使日本一直貶值 因為 因為 他希望 日本的經濟好起來 希望他 日本 要來協助美國 在 亞太 這方面的 幫助 金 等於是 要有好的經濟來 支援 美國 都是這樣嘛 要不然 你稍微 升值 稍微貶值 美國都會干你呢 不是說 這麼容易啊 因為 他也是在 領導 世界上的 金融 這個可能大家 也並不太 清楚啦 因為 每個人都不一定是 這方面的 專業啦 那這 我只是 告訴各位 他為了 要解 啊 我們這個 智慧前 要解禁啊 他要把它解禁啊 他 會掉什麼 重選啊 他們的 眾議院啊 眾議院 早期 這些老的 百分之七十 環對啊 他說我們 我們 我們 不要 解禁啊 由美國來保護就好了 或是說 啊 我們 人家有打我們 我們才反抗就好了 我們不要戰爭 啊 如果一解禁以後了 我們可能會形成戰爭 所以這些老的啦 都不願打戰 啊 到 後來 他說 好啦 你們這些老的 不贊同 解散 眾議院 重新選 他運氣也很好 重新選以後 百分之九十的 眾議員 都支持他 這些都是美國在操作的啦 真的是美國是世界上 那 這個就是 這種現象 問題在哪裡 因為 台灣 是 日本 天皇所擁有 那麼 啊 這個就是 日本 天皇所擁有 那麼 啊 這個就是 安保條約啦 所謂安保條約 是 包括 澎湖 台灣 有沒有包括金門 沒有啦 那這樣大家很清楚了嗎 沒有包括金門 馬祖的 這個就 如果 台灣受攻擊 他們可以吃兵 剛剛 第一個 power point 介紹 這個就是 表示什麼 台灣 發生了災難 那麼 他們就 派這些 啊 派這個 救難隊的來了 因為 柯P 在 台北市 舉辦 那個 救難演習 日本也派專家來呢 我也在電視上看到日本的國旗跑出來呢 這些 為什麼 日本跟台灣這麼親密 為什麼 他願意來 這就很明顯嘛 慢慢已經都在行程 再來看看這個 有看到這個報導的 舉手一下好了 很少嘛 大家 因為都很忙 不會注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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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對大家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 這個報導 十一月九號 也是自由時報的報導 這個都是已經準備什麼 在準備接交了 國防部原來在哪裡啊 總統府的後面 總統府正門是總統府 後門是什麼 國防部 這個 聽到哪裡 大直啊 這個跟剛剛說大船旅港啊 有沒有 相應的效果 這個就是 這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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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是誰 我們 前面都講過了那位 就是羅氏 就是 美國 東亞助理國務卿 羅氏 羅氏 就是 剛剛有照片嘛 這個沒有照片啦 就是 他原來說 要給我們自治 那個人 又出來 發表了 他說什麼 2015年 台灣的重要政治年 什麼是重要政治年 什麼是重要政治年 對大船旅港了 我們 又去告嘛 最近 他們 要求在 延什麼 延兩個禮拜 所以 總是要走的嘛 看你怎麼答覆啦 這個就是說 因為 因為大家真的是很幸運啊 我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 幾年前我們就開始 參與了 你們現在來上課 馬上看到 要 就是 要 要 離開啦 這不是你們 搭上了 火車了嗎 謝謝大家 但是希望 回去一定要 幫忙 再找 年輕的 有專業的 來受信 拜託大家 好不好 好 感恩啦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 看看 因為 他是這樣講 他怎麼講 你知道 他最後這一段話 那個 小英 他顯得是什麼 跟我們有沒有什麼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就很清楚啦 這很清楚 來 我們 我們 我們來看 我們 他 當官 都因為 認識了他 因為認識了他 從 台北市 一直到 總統府 又外派 外派又回來 又當 國安 那個 秘書長 當了半年以後 他說 身體不舒服啦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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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跳團了啦 那 這個 這些人 都 在 他們 立委 這個就是 老立委 這個是 專門在 在 國 等於 管國安部的 那個 這個立委 他說 他是 不信他是 健康的因素啦 半年以後 他先到 落跑 落跑做什麼 他說 要幫 馬安排 救生艇 大船離港 他先 他先 跳船 安排 救生艇 這個都不是我寫的喔 也不是我講的喔 這個都是報道喔 說 你看看 那 你如果沒有來 這邊 上課 你可能都不知道 这个老立法委员嘛 都是惊慌 惊慌出来的 他说不相信嘛 他们自己的人都不相信 这个也 我们来看看这位 这位是谁 是行政院院长 前任的 他因为太阳花 用攻进行政院的时候 他用暴力 后来立法院谴责以后 那么就辞职了 辞职以后 他要回哪里去 台大嘛 台大的学生 不欢迎 反对 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 先思考这个问题 学生 可以 反对 一位教授 进来 学校 可以不可以 因为这个是一个制度 因为大家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知道 因为我是从学校出来的 我很清楚 我也当过 系教评 宴教评 校教评 什么这个就是 一般大学里面是要三审 三审制度 如果你要进一所大学 一定有系提报 系通过以后再送院 院通过以后再送校 校通过了就可以了 一般戒掉 政府认为要用你可以戒掉 戒掉是三年 你三年刚好 如果你在大学 你拿到的聘数是两年起的 那你刚拿到 你就戒掉了 那你可以 当三年 三到第三年以后 你还要回来 学校 那很容易 学生出来 反对 因为这个是 以前的老师 以前都省过的 学生 不可以 出来反对的 因为他不必要经过 系 院 校 因为他直接 那个 那个聘师 再 换聘师而已 再花聘师而已 所以当时 那个李红颜 大家知道李红颜吗 李红颜他为什么 后来他 借掉三年以后 他没有 没有在行政单位了 他就回到什么 台大 又当教授了 所以他没有 学生 反对不反对都没有 问题 他因为离开了 已经 老师的联资 中断 你要 新进来 等于 新聘 新聘的话 由系 提出来 哦 系提出来 这些系里面的学生 可以出来反对了 这个老师我们不要 可以 所以他 没有到台大去 在家里面 失业 失业到什么时候 大家看 他到 三月 他失业以后了 到 三月四号 总统府 又聘他为 知政 资格的 资 资政 聘他 做 资政以后了 第二天 他说 他要到 哈佛 丹佛去 去做什么 因为我们 告他 我们 二月二十八号 在美国 告 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 的外交部 接到了 打开 看一看 又贴回去 说 寄收 有没有听说 有嘛 就寄收 寄收怎么办 他 赶快 看哪一个可以派出去 赶快要去请律师 要去办这些事 刚好 这个可以 所以 我们搞了 他才有工作 我们可能没有告他还是失业 第二天 第一天聘 资政 就是总统府资政 第二天 就出国了 送鸡的是谁呢 大家这个很奇怪 送鸡的 大家看 警政 使使长 王酌经 去送鸡 有没有看到 这边 奇怪 一个 政府官员 派一个警察舅子跟他一起走 走 走 走出去 里面是不是有重要的 如果王州京跟他一起走,那些安全警察人员,看到王州京大家就敬禮了,会不会说,将一话你的皮包里面拿出来看看,敢不敢。 所以很奇怪,大家思考这些问题,皮包里面有重要的东西在,要不然怎么会派一个警察投资保镖,送他安全出关。 会给人家怀疑吗? 去年土江官来说,对女人也说可以香港着实际战。 当然也就是问题的说真可らป大考证。 问题是没有问题的问题。 这是问题的问题。 請證實王卓軍 真的是 這個就是政治上的變化 我們2015年的3月12號 我們在美國華盛頓地區有什麼活動 大家想想看我們有沒有什麼活動 2015年3月12號 我們在華盛頓DC的世界國際記者招待會 我們在那邊舉辦 他們去以後 把這些應當要聽的這一批人 他們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這一批人 他們有什麼關係 要讓他們去看 然後他們在美國華盛頓地區 不要去看 然後他們在美國華盛頓DC 還蠻感興趣的,因為當一個醫生,怎麼會顯贏啊? 以前幾屆都沒有辦法打倒國民黨,怎麼只有一個醫生就可以打倒國民黨? 這個就是什麼,美國國會來訪問,把這些國會要留在聽我們演講的人,不要聽了,把他帶到來跟柯P問他說,他顯勝的策略是什麼? 大家想想看,柯P跟他怎麼回答真的是? 他說什麼? 他說,我顯勝啊,就是要游得比鯊魚要更快 他這個就說,柯P說,我被同一刀,血流出來了,如果我在水裡的話,鯊魚聞到的話就怎麼樣? 就來咬了嘛,那個腥味聞到了他就過來了嘛,如果他沒有趕快游上岸或是跑得快一點,他等於就被 上岸過來了《小岸小岸巷》,沒有趕快,因為他沒有游得比鯊魚快 因為他沒有游得比鯊魚快 沒有事 小英 就怎麼樣 一選 差了八十萬票 這個八十萬票 秘師長 也 美國方面告訴秘師長說 你叫秘師長宣布 他說小英會失 我們1月1號 到新村 那麼 聯誼會的話 我們 就是 在那邊宣布 小英會失八十萬票 這個是羅醫師 這個就是 美國的 眾院 外交委員會的委員 這個就是要告訴大家 除了 除了 羅氏 這樣講 這個是白宮亞太之聲的主任 叫做賣愛文 賣愛文 也這樣表示 他 會 堅定的承諾 確保台灣穩定 他 他 他 當然 他因為是在選什麼 選 這支旗子的 總統 在選擇 他 他 他 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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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很清楚了,它是显得是什么? 真正美国一判决,你们虽然选举过了,要不然你们去金门宣布就职好了。 只有这样,金门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嘛。 这个是政治人物,大家也知道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个是安倍晋三的胞弟,亲的弟弟,这位。 叫做安幸福,因为他比较搞不清楚我们目前台湾的状况。 他第一次来,他是有邀请的。 我的感觉,因为早期,因为我父亲叫我父上,叫我妈妈叫卡蒋,他们都告诉我们礼貌,很重要。 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到这边,他们这些人啊,有邀请王金平去日本。 有没有? 一定王金平,一定王金平对日本有所贡献吗? 大家也再去深入去思考看看,王金平什么贡献? 原来就是他对太阳花不使用警察钱。 所以,当时她对太阳花不使用警察钱。 所以当时黑乡那个胡贸没有过,对不对? 那就是对日本也有贡献 日本国会邀请他们去 他们去了回来了 他们这批人应当回来的时候 他要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走错了方向 他第一个如果去拜会马英九 可能会比较容易解决 他们先去拜会谁 他先去拜会王金平 拜会王金平拜会完了以后 再去第二回合再去拜会什么 马英九 这些问题也没有解决 这些问题也没有解决 所以政治上 这个也要很敏感 要在台湾 他们可能在日本这方面 还没有真正 因为现在一定要清楚 你要请 请台湾政府解决 如果你去拜会总统 再来拜会行政院长 最后再来拜会王金平 这样的话可能会很顺利 你现在先拜会王金平 王金平跟马英九 现在是水火不容 你去拜会他等于是 他他 王金平所答应的 到马英九那边 会全部都怎么样 一定全部还掉 这个都是 政治上操作上的因素 所以这些问题也没有解决 这个问题也有很多 那这些问题也没有解决 你好 来我们看看 我們這邊是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的A2 所謂A2是什麼? 翻過來這一面 正版翻過來這一面 全部的A2都是在報導台灣民政府 我要講一個差距 這個有的人也不知道 事實上蘋果日報在三四年前 他就派一位記者要來跟我們訪問 他進來的時候 剛好 那也是我們禮拜天上課 我們三點 他三點多鐘來 剛好我也三點半下課 出去看到他們收蘋果日報 他們有分經濟組的政治組的這些新聞記者 他們說是政治管政治的報導的這一組的人 要來訪問 那秘司長說 因為你來訪問我 你都事先不了解我們的華理論述 你要來訪問什麼 根本沒有辦法更正的訪問到真實的重點 那秘司長說 那秘司長就準備一個袋子 一個那個手提的袋子裡面 有我看差不多六七本 也有原文的 準備了這一套書 給這個記者說 因為你來訪問你不了解戰爭法 不了解國際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你們也不清楚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台灣的法學院 從來沒有開了 沒有開這門課了 體制 euch 叫 那你來訪問 就拿回去給你們政治組的 那麼 組長 先去看看udsman 先瞭解 以後 再來訪問 就这样就 当时我在场 所以 四年多前 这个是 到 最近 才来 他已经都看清楚了 所以他这一次来访问的时候 先打电话来约 以前是没有约的 他就跑来 他拿名片 他是政治主的记者 先约 约好来了 好了 我们就 这些人 在这边跟他对谈 他写 也会写的 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写 要来访问之前 派他们的人来上课 来领什么 领国旗 还拍照 你看他们有没有用心 他来上课 也没有讲说 我是 什么人 大家都一样 跟大家 都一样 说不定我们其中这边 我在讲 很多上课的人 也有民进党的官员 也有民进党的官员 也来上课 后来 我在 因为我们这个是向世界广播 我去高雄市政府的话 我都会去跟他打一个招呼 因为他来上课 我觉得他们的 他都会去混卖 我去审查 我是委员 所以 我也 都跟他们打一个招呼 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那秘書長說奇怪 我們這個照片會外流啊 這個等於是照片外流啊 他說不是啊 這個是他們來上課照的 如果他要來臨 方便說來照一下 就是照一下嘛 這很方便嘛 用手機照一下就 所以說啦 當時候 這個 如果我們要發廣告會的話 我想起碼是 花要一百五十萬 整頁的報導 我們也感謝他啦 當然寫得還比較客觀一點 他說 他如果不要用這個符的啊 那他就全部 全部都寫我們好的話啦 那你要出廣告會啦 這樣我們不要出廣告會嘛 等於是 這樣的 所以 蘋果日報也真的是用心耶 他們的 政治族的 三四年前 要來訪問我們 我們送了 書給他 去看看 要派人來上課 了解啦 狀況 打電話 約 來採訪 都是正面的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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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很清楚 所以 我們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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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 幾乎 都不會很 負面的報導啦 當然也有啦 這個 這個 就是 給大家 了解 這個 事實上 我們在這邊 如果 美國 沒有允許的話 不可能 四五年來 到這邊 都沒有事 這個就是 百分之百正確的 因 時間上的一些 關係啦 那 我想 我們 來放一些 影片 給大家 看一下 我想 當然 在放影片之前 美國告訴我們說 你們 要 無縫接軌 那 秘師長說 那 軍隊怎麼辦 我們來處理啊 美國處理 這些都是什麼 美國真正的 在處理啦 這些 看這些報導的話 你看 太平洋司令部 他就是 台美軍事合作 重地 他也這個 這個就是這些報導啊 你看 都是 是不是在收編 六零一里 不會 二五 那個 戰鬥航空 離啊 捷門 你說捷門 捷門 是不是在收編 大家去思考啊 軍隊 美國來處理嘛 這個是他們開出來的 條件啊 當然 當然 這個給 還看這篇 這篇 這篇是什麼 每指揮官交放 我們三軍的 啊 那個 總長啊 管 管三軍的總長啊 在這邊啊 出席啦 出席啦 出席 接交呢 啊 這個就 AIT 怎麼樣 把這個照片啊 告訴台灣人民 呢 要不然這 這張照片怎麼會有 這張照片還給自由時報登出來呢 啊你看看 他這個是不是在告訴台灣人民 AIT 把 把這些 把這些 留出來 經對他們來管理嘛 都在 印證 一個一個在證實 那 好 我們現在 再來 啊 這些我們 啊 不看啦 我們來看 這些 平潭島的 情形 因為給大家 知道 因為這個 跟 跟未來 以後 也有 相關的 平潭島的 報導 好了 來看看 平潭島的 好來 看看平潭島這些報導 好來 可以 好來 好來 我們來看 這個 其實 有 美國跟中共都講好了 跟中國講好了 來 我們來看這個報導 來 麻煩把這個報導按一下可以 等一下可以 打算去平潭島 為什麼是這個島呢 有人說你如果願意去 統戰的手法可能又來了 現在很多人都打算去平潭島 為什麼是這個島呢 有人說你如果願意去大陸單光的話 你就可以到這裡來 我們看看這是什麼地方 平潭縣跟台灣航程是3小時的距離不算太遠 他們現在開始就在大舉的挖角 我們台灣的人才特別打造了這麼一個平潭實驗區 裡面的管理階層通通用的是台灣人 它的總規制複至台灣 而且據說 民調當中有47%的人是願意當中國官 年薪當然很高了大概是兩三百萬元 接近是台灣部長級的薪水了 而且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說 還傳出他們有意思要延覽清明黨主席宋楚瑜 是擔任整個區裡面最高管理的職務 可是清明黨否認了 船身高達四層樓 附設豪華內裝 麗娜倫正式啟航 從台北開往平潭 大陸福建向台灣招手 要找一千人去當官 我有去過 你有去過大陸嗎 對 所以那個生活品質太差了 那裡的環境我不喜歡 如果說他進出年薪兩三百萬呢 哦 那可能就會考慮 商品城加緊趕工 大片荒地 未來要蓋高鐵 福建平潭實驗區 號稱兩岸共治 找台灣人到大陸當公務員 網路偵才職務五花八門 每年可領二十萬到六十萬的人民幣 最高年薪相當台幣三百萬 他們是號稱對於台灣的開放的 最後一個經濟特區 也最後一個機會 所以本身來講 平潭整個設計 就是針對台灣的工商業 來做一個整體企劃 拿高薪當誘餌 第一波吸引七十多人 投履歷 最後只取六人 錄取率不到10% 全是狠角色 曾經參選市議員 金漢生技負責人杜德宏 現任平潭醫院副院長 交通與投資公司副總楊哲安 還有平潭區管委會副主委 梁晴隆 都有金融背景 甚至傳出簽名黨主席宋楚瑜 也在延覽名單 實在是太小看也太污辱了 宋主席了 國民黨啊 新黨啊 這都是最嚴重的 那甚至於說有了政黨 他們的黨主席都有在那邊設辦公室 區內特別標示 距離台灣只有68海里 交通薪水雙管齊下 試圖把台灣人才一網打盡 三類新聞 台北總報導 全內中共在福建平潭設立實驗區 福建順章抵台大力推銷 並進行非法招商 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 發起抗議中共投資誘騙陷阱的大遊行 告訴台灣民眾 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資的又一個火坑 我們今天的透視焦點 黑暗福建 黑暗福建 貪官橫行 貪官橫行 投資福建 投資福建 死路一條 死路一條 抗議中共引資伎倆 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舉辦遊行 面對中共大力推銷平潭實驗區 提出各項投資力多 受害台商表示 現在這個平潭說兩岸共同設計 共同經營共同開發 最後共同共享 其實是騙人的 不過是另外一個引軍入翁的新招 這個就很擺明的 就是希望把台灣掏空嘛 因為平潭 他每次都是畫一個大餅 然後設下一個陷阱 然後讓我們來到我們這邊招商以後 台商一進去以後 他就往中桌邊了 開始宰你們了 現場參與遊行的台商 也控訴中共黑暗司法 說中國現在的司法 根本就是招商引資的詐騙工具 我們今天最主要來辦這個活動 我們也就是要警告台灣人 中共的這些 這些伎倆 我們已經看透了 中共就是這樣 每次就是 他如果法律贏你的 他就依法辦 法律輸你的 他就用搶劫霸戰 司法在中國大陸 簡直只是作為他 來 詐騙的一個工具 這根本就沒用 中國的人民 最高人民檢察院 告訴法務部說 我這個案子 不在兩岸司法復制範圍之內 我把海基會跟海協會簽的 兩岸司法復制 拿給他看 這白紙黑字 賭竹罪啊 怎麼會沒有呢 那法務部說 他們說沒有 我也沒辦法 所以我們的 我們這個法務部 好像是他的下屬單位 他說沒有就沒有 受害台商接下來 將繼續在台南高雄兩地遊行 要用血淚教訓 揭露中共誘騙投資陷阱 新唐利亞特電視 秋天喜 趙陽 台灣台中採訪 好 大家思考 看過的 這兩個片段 還有那個地圖 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為什麼 美國跟中共都講好了 在這個平潭島 設一個 五個共同的 共同經營 共同管理 利益共享 還有這些都是 所有的台灣 有關 你如果是 會計師也可以到那邊去工作 律師也可以 醫生也可以 都可以 車子也可以開過去 台幣也可以流通 為什麼 這樣做 大家思考 先思考這個問題 我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這個給大家思考的問題 為什麼 美國 要跟中共 提出 請他 設一個 這個 奇異 我 再補充一下 在 寒散前 在寒散 還沒有寒散前 麥克拉帥 就認為 蔣介石不穩 當時候 就叫 孫立仁將軍 孫立仁 老一輩子都知道 他是 劉美的 那個 精校出來的 叫他去 第七艦隊上面 跟他講 請他來 當 等於是 金政府 金政府 要由孫立仁來管 要把 蔣介石換掉 因為美國 已經跟菲律賓講好了 要給 中華民國 這個 流亡政府的 高官 跟他的 部隊 到 不留在台灣的 到 菲律賓去 給他 有一條路走 發生 那個 就是 韓戰以後 那又孫立仁 把這個 信息 告訴了 蔣中正 所以 孫立仁 事件 變軟禁 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 孫立仁被 軟禁 這個事情 就顯示了 出來 為什麼 美國要 也去選擇 一個地方 如果 不願意留在台灣的 你們 從 中國來的 第二代 或是 第三代 不願意留在台灣的 那你們就到 平壇去好了 免得怎麼樣 如果是兩三百萬人 到 次 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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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聽的話就怎麼樣 就不聽的話 在這個地方就把它炸掉就好了 你就在海島外面 你們要亂在海島那邊去亂的 大家這樣清楚嗎 在中共來講也這樣好管理 所以同意 你們都可以 這個是給大家要了解的地方 因為在台灣做到這個民族的 有一些政治的概念 到那邊去 如果都跟你搞革命的話 他也受不了 美國也不希望中國亂起來 類似 所以美國跟中共講 說好啊好啊 你們來這邊設啊 這邊都給你們住啊 但是 裡面就比較 一發生 那麼 問題的時候你們都 現在都開通耶 有定期的船都來了 每個禮拜都有 傳奇在跑啊 台中港 台北港都有在跑 好了這個給大家知道以後 我們現在還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們的 那個 那個 身分證的 問題 好來 我們要來看看 我們這個身分證 我們 我們這一張啊 就是我們這個童心 到 關島去 關島現在是誰在管 美國 美國嘛 美國嘛 對不對 你看看 他這邊 到關島他跟他入境 也跟他 叫 我們把高中一個 叫他來 現身策劃 他去米國 用到 看他怎麼說 好啊 這都沒有到空 好來 阿姨 你跟 報告一個時間 地點 還有使用的過程 讓大家了解一下 好來 大家好 我 好熱 黃蘇嬌 因為我2014年的 十月分 去米國 去上課 因為當時去的時候 我和我妹妹 兩個都去 因為我兩個人坐 不一樣的航班 我是坐 台北航空 他是坐優惠 因為我要通關的時候 因為我立起的時候 不記得拿新聞錢給他 可是回來的時候 我就想 我有新聞錢 怎麼不記得拿給他 我知道他只拿新聞錢給他 那個通關人員 他就拿我這個身份證 他在那個電腦上面 掃描一下 結果他就還給我 他是雙手 雙手這樣 移工送給我 送還給我 我很感動 我想記我 我出入美國這麼多百 都不得到 這麼好的 這麼強勁 送給我 再來 他給我另外 走一邊 另外一個通道 那另外一個通道 我就很順利的 也不用檢查 就順利的過去了 那另外我的朋友呢 他在旁邊 他在旁邊在那邊等很久 而且他們要通關的時候 那個外套 鞋子 衣服都要脫下來 放在那個盤子裡面 才可以通過 那人呢 也要站在另外一個旋轉的那個掃描器上 往上這樣子 掃描過以後 他有時候不放心 他還拿一個棒子全身掃描過 才讓你通關 所以你那個通關的儀式是蠻謹慎的 而且是 他很仔細的 每一個地方都很檢查過 可是我覺得說 今天很特別 可以用那個身份證通關 甚至呢 我也可以走特別的通道 後來我了解以後 他那個 那個特別通道 是因為是 國內有那個官員 或是特別任務的人才能走 我覺得很幸運 很幸運 因為我有 台灣民眾有這張照片 有很多人給我強勁 那種感覺 因為我最難不接受 就說 拿雙手現我 每次我這樣通關的時候 就這樣一手而已 他沒有用雙手 那一天呢 他真的是雙手 而且是鞠躬還給我的時候 我很感動 我說 哇 我吃到六十歲了 去那國外 這次是最尊重 因為我常常在國外出入的時候 我們台灣都沒有人 知道我們台灣 甚至 我們都欠了 我說不是 我是台灣人 可是沒有人知道我們台灣人 可是我們以後 台灣原政府 能夠國際正常化 我很感動 所以很感恩 一長在這邊 讓我機會跟大家分享 謝謝你們 今天真的很有無報 我能夠來到台灣民政府 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用這個身份證 我們可以去國外就備受禮遇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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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很多東西 我一買 因為日本當時有一些靈錢 在機場 要換回來 我只要拿這張這個 事實上 這一張是 百分之百 金片 不要被騙 有人說 只有 那一兩百塊 我們這個是金片的 這個就是寄到美國 然後做完了才寄還給我們 這個是必須要大家知道這件事 我們很感謝大家 要拜託兩件事 希望大家回去一定做到這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要請大家 再介紹年輕的有專業的來 因為要專業跟年輕的來受信 因為他對以後來服務台灣人民 會更長的時間 第二個因為美國告訴我們 因為當初告訴我們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就是信念四千人 第二個條件就是要信念 就是要我們四十億萬分的身份證 如果說我們全部都達到了 那他一定沒有問題百分之百 美國的人的講話是絕對是百分之一百 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為什麼這麼講 就是說因為美國是講誠信的 如果政治人物不誠信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當政治人物 所以他有這個要求 所以拜託大家回去 因為報紙裡面已經說有四萬人 如果說一個人再介紹十個人 那我們目標就達到了 是不是要拜託大家 一個人最少再介紹十分來 那我們條件美國所開出來 我們都達到 那美國他當然會也會誠信 所以希望大家這樣好不好 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